我今天是来做那个沙拉 就是比较简单的沙拉 那需要的食材有这些 马铃薯 还有那个胡萝卜 然后那个小黄瓜 小黄瓜是我昨天去我的菜园里采的 已经快要变成老黄瓜了 然后再来那个就是桂冠沙拉嘛 然后一些盐巴这样 那现在我们我先来先 先来煮蛋一下好了 煮蛋前后先放一些盐巴 然后那个水要淹过那个蛋壳 它就这样 我来切切菜 然后切好了 我们就把它放在 我这边要准备一锅水 就放下去给它煮 来攒一下筷子 小黄瓜也可以先切 黄瓜的话这个 应该用量不用那么多 应该一半就可以了 把铃薯也捞起来 把铃薯也捞起来 其实也都是很简单 只是说要把东西煮到比较 想要早点冷就用电风扇把它吹一下比较快 我今天先示范给各位看 其实要把它冰起来 放在冰箱冰凉凉的就会很好吃 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然后上面有没有 就要吃的时候你可以再撒一些这个 然后沙拉 我们都这样就是要吃的时候 我们再另外再加沙拉在上面 这样就是 一般是先放冰箱 让它比较凉 然后比如下班回来以后 再加沙拉 再加小黄瓜 就会非常好吃 冰凉的吃比较好 对啊 因为是现做的 所以还是很热的 不过夏天吃这一道是不错的 有时候这个菜你可以加土司当早餐 把它加在土司上面 然后就是一道很美味的早餐 那个三明治就很好吃了 我介绍完了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聊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 下期再见 打算 辉择